京东集团刘强东在美国明州爆发性侵案之后 他与奶茶妹张泽天的婚便传言就从来没断过 近来网络上再度盛传两人离婚的消息 让刘强东今天透过律师发表声明 强调相关言论是无中生有蓄意捏造的谣言 将会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 并且喊告发布谣言和转载的网友 这已经不是刘强东夫妇第一次传出婚便消息了 根据苹果日报指出 日前张泽天不惜低价抛售刘强东赠送的高价豪宅 售价比入手时整整少了270万澳币 外界就猜测两人正在准备离婚分割财产 婚便传言满天飞也让双方亲人急跳脚 网易报导张泽天的父亲张力后 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斩钉截铁表示 女儿与刘强东之间没有离婚这回事 但她也拒绝对两人的相处状态多做回应 是什么事